大家好 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训2024年10月31日 周五凌晨 异甲联赛继续展开角逐 其中热拿亚将主场迎战费轮天达 热拿亚近期连战不胜 球队毫无状态可言 今仗面对状态火热的费轮天达 热拿亚难逃失利的厄运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热拿亚上级坐卫生班马取得第11名的好成绩 成功饱足 但经济他们的表现简直不忍直视 九轮战罢 热拿亚目前以1胜3和5负基6分 位于积分榜末流 这一战绩难以让球迷感到满意 防守端表现不佳 是热拿亚取得如此劣迹的主要原因 经济场均是2.22球 这一数据处于联赛倒数水准 后防线可谓是漏洞百出 热拿亚的封线实力也不算强 目前联赛也仅攻入7球 场均入球数还不到一个 其中 阵中前锋安组亚宾拿蒙迪一人就贡献三力入球 足见其他队友 无法给他提供更多支持 实在是独目难知 并且 热拿亚主场争胜能力严重不足 经济五轮联赛主场均未能收获胜利 称其为主场虫也不畏过 更为不利的是 热拿亚主帅基拿电奴近两次率队对阵费伦天达接未尝胜计 显然他对此百合已无计可视 此番面对来势汹汹的费伦天达 热拿亚主场沦陷在即 另一边乡 费伦天达近期状态十分火热 目前球队在各项赛事已经豪取五连胜 近三仗更是合计攻入15球 进攻演出极其出色 联赛方面 费伦天达近五轮保持不败 兼且处于三连胜势头之中 期间步伐战胜AC米兰 罗马等强敌 目前取得四胜四合一赴的战绩排名积分榜上游 竞争力相较于上季明显有所提升 费伦天达阵中已有多名球员为球队完成破门 进攻端多点开花让对手难以招架 其中 前锋摩斯杰恩经济联赛已为球队攻入四球 上仗对阵罗马茨子成功上演没开二度 个人状态较为不俗 今仗他的发挥依旧值得期待 除此之外 费伦天达已连续三场客场没有输球 且期间得失球比为十比二 球队客场战斗力不容小觑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 费伦天达在近七次对赛中取得三胜四合的佳绩 对赛层面占据绝对上风 金扑走访近况不稳的热拿亚 费伦天达必将全取三分 阵容方面 前锋爱把股蒙尘因伤缺阵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你的赞和订阅是我们的鼓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